老太婆暗中对杨水水使绊子 被杨水水发现 杨水水带着七九直接找上门去 接上急 郑阳 你就是了这条心吧 水水 可是我喜欢你 你长得真好看 杨水水一脸厌恶 七九这时挡在了杨水水面前 你走开 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 我是真心喜欢水水的 七九二话不说 直接将郑阳扛起来 扔了出去 幸好我们没有大鹰和郑阳里混死 他们家真死不值情终 我们睡睡这么会喜欢他 伍舅不用理会他 我们快去水果园采摘水果吧 随后一群人就往来到了橘子园采摘橘子 正在这时七九跑到杨水水面前 姐姐 你看这是什么 我从果园那边捡到的 杨水水拿过来一看 竟然是半截布偶 而且布偶上面还残留杨水水的名字 这是谁想要害我 水水 怎么了 水水将此事和伍舅他们说了 众人心中充满了疑惑 杨水水在这里并没有得罪人 会是谁在暗中对他使绊子呢 伍舅我猜应该是外婆搞的鬼 除了他痛恨我 我还真想不到第二个人 随后杨水水带着众人来到了外婆家里 你个挨杆刀的 这么大力推门干什么 水水浆烧的只剩半截的布偶 丢在老太婆的面前 你哪来的 外婆 我问你 这事不是你做的 张老太转过头不大话 妈 这是在橘子园发现 等等 这事不是你弄的 我一个当外婆的还怕这个外孙女了 是我弄的怎么样 妈你太夺分了吧 睡睡鼻精丝捏歪损捏 你竟然在安种对他似班子 难怪这两天看得神神叨叨的 原来在折腾这事 会有什么过分的 要不是他在中间捣鬼 我们张家现在能有这么倒霉 害得我两个孙子连电脑都买不起 水水直接被气笑了 你们都听见他现在搞封建迷信 我要求向上检举他 送他去村里学习 现在在大体唱四个现代话 而他还在搞封建迷信 这是公然跟上面唱反调 这样的行为是必须送去村里 接受批评教育 啥 你个小兔崽子 你要把你外婆送我村委会学习 你到底按了什么心 去村委会学习都是那些年成分不好的人 才该有的待遇 光他一人去学习还不行 我建议把老四爷抓去一起学习 让他们两人站在台上 互相批评 互相学习 张老太心慌了 一旦去村里接受批评 那他在这个村里彻底抬不起头了 我不去 把张真给我叫过来 我要问问他 就是这样教育女儿的吗 竟然如此欺负我 既然你不愿意去村里接受批评教育 你就现在好好认个错 承认自己的错失就行 如果太多好 那我就不追究你的过错了 杨水水本就想吓唬吓唬张老太 毕竟是自己的外婆 要是真的把他送去学习 别人一定会被背后指着张真的骂他不孝顺 我不该搞封建迷信 我以后再不这样了 说到这 他怕态度不够好 还自己扇自己两界耳光 你认识到错误就好 以后少搞这些们儿子的事 还有 以后少打三爷的主意 他家里本就不容易 有你这样当娘的吗 三爷 我叫 我们走吧 张秀回去的时候 正好看见婆婆和儿子在家里 秀文 你去哪里啊 我干完了活 就就回来了 婆婆见他这副样子 心里就明白了 肯定又见了娘家妈 张秀啊 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情 要不 你把家里的存款都给我放着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就直接跟你说了 虽然上次我把那一万块钱要了回来 我估计你母亲不会放过你的 这些日子 是不是又找你了 张秀支支吾吾的说 上个月的学费给小新交了钱 现在咱们家的存款 还有一万块钱不到 一万块钱不到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两个月 我们一直帮着收购水果 你五哥对我们格外的好 工资给的多 还有水水也给了红包 加上之前家里还有一点 怎么也还有个两万块钱 你是不是又跟你娘家人了 张秀低着头不敢说话 的确是张老太几次找了他 他性子软 就给了 秀若 你真是糊涂 你别忘记了 你还有儿子呢 你得为你儿子考虑了 你现在把家里的存款都交出来吧 我来保管 张秀不敢违背婆婆的命令 就把存折拿了出来 秀若 你别怪我 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好 你耳根软 听不得你妈的纠缠 钱要是落到他们家手里 就很难拿到了 胡婆婆说完 又将孙子胡心拉到一边 她将存折给了孙子 奶奶最近身体也不行了 你妈是一个扶不起来的 如果我死了 这个家就要靠你了 这存折你拿着 以后留着交学费 奶奶 你怎么了 好端端的 为什么会这样 奶奶年纪大了 不忠用了 你听我的话就行了 不行 奶奶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听说水水表妹会医术 我这就去找她来治你 不用了 他们已经帮了我们很多了 不能再麻烦她了 胡心不愿意 她一股气跑到了张老五的家里 此时的张老五还在村子地里面 帮着收购水果 杨水水和七九也在帮着摘果子 五舅舅 咋了 孝心 五舅舅 我的奶奶病了 我想请水水表妹去救救她 我不想她有事 表哥 胡奶奶怎么了 前几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我也不知道啊 今天就开始不舒服 我求求你救救她吧 表哥你别着急 我这就和你去 这时七九忽然从树上跳了下来 落在他们面前 胡心吓了一跳 这是我的小弟七九 不用害怕 姐姐 我也要去 杨水水只能将她也带着 他们到了胡家 张秀还在照顾胡婆婆 妈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给娘家钱了 求求你快点好起来 秀娥了 这话你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可哪一次又做到呢 张秀惭愧的这头 知道这些年因为自己耳根子软 一次次把家里的钱给了娘家 婆婆也不是一个苛刻的人 以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她这个婆婆 有时候感觉比亲妈还轻 三剑 快让开 让睡睡瞧瞧吧 睡睡的一书很好点 杨水水走过去 给胡婆婆拔了把脉 放心好了 不是什么绝症 就是最近有些急火攻心 加上操心的事情太多了 只要好好休养 再服用一些药物就可以了 这段时间可千万不能再生气了 水水 谢谢你 赛姨 你以后千万要拎得清楚才行 外婆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心里有数 不用我多说 你不要事事都依着她来 你要为你的家庭着想 因为三个女儿 只有张秀嫁到隔壁村 张老太就一直欺负她 其他两个女儿离得远 平时耗不到羊毛就算了 水水 我知道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杨水水看了看表哥胡心 表哥你好好念书 等你大学毕业以后 你就去找我大哥杨华吧 他会给你安排工作 只要你在城里好好工作 到时候挣钱了 就把你奶奶和你妈妈 借到城里面去 外婆就管不着了 我知道了 我会努力读书的 多谢水水妹妹 随后他们离开了胡家 回到了自己的村子里面 我舅妈见他们回来了 赶紧上前 你们可算是回来了 隔壁村老郑家的郑阳又来了 众人吃了一惊 这郑阳怎么又到家里来了 他们进屋看见了郑阳 郑阳瞧见杨水水 眼睛里面就冒星星 水水 你终于回来了 我等了你好久 听说你出门了 郑阳 你又来做什么 水水妹妹 这是我去城里面 给你买的临时糕点 很好吃的 我给你送来了 杨水水看了一眼糕点 并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大街上随处可见的 不用了 我不喜欢吃 水水 这糕点很贵的 而且是从城里面买的 你一定很少见过 你吃一个看看 真的很好吃 杨水水无语了 他就是从城里来的 怎么会没见过呢 郑阳 上次的事情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水水不喜欢你 你为什么还要来啊 你拿着你的糕点走吧 你们不相配 我是真心喜欢水水的 我还给他买了糕点 我喜欢他 水水 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 谢谢大家 我明天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